問題來了 監督行政的機構居然就隸屬在行政權下 而且還是一個下級的內部單位 身為一個監督者 先天上的定位具有問題 想要他們去發揮監督風向 根本是允務求疑 因此 根據《國家營送》是入文中指出 臺灣五年來貪汙普利案結結高車 2001年到2002年更高達180億元 平均貪汙的計量跟上漲兩倍之多 根據周平博士的入文中指出 臺灣貪汙的問題已經研究到 它美國的貿易部列為說是 臺灣貿易的重大障礙 而在國際透明組織所作的連人評評中 臺灣的連人指數的排名更是連年下滑 這正在顯示出現讓下來的制度 先天上的缺陷外 除了之外 我方還發現現行制度等幾點的遺憾 首先內部單位預算不獨立 影響人事編制 導致訴他效能不張 根據楊樹貞書士的入文中指出 調查局連政處本身是一個臨時編制的單位 每年能有多少預算 通通要看調查局長連設 一旦調查局其他業務量變多 預算就算被排擠 人員也會被縮減 現在調查局每年預算總有40億 卻撥不到三千萬個連政處 常導致常設負責訴貪業務的人員 居然被縮減到只剩下500人 其他的1000多位幹員 通通都會從別的部門兼職來跑路靠的 一旦原本單位有任務 他們就無暇監護連政處的業務 要500個人負責起全國 連政處他的重大責任 這根本是天方夜談 其實內政處單位不具有訴訟法上的地位 常造成貪污案件在司法程序上被延宕 根據我國訴訟法規定 政府機構只有機關可以提出訴訟 並且利用假扣要請去凍結貪污者的財產 以防止貪污者的脫產 可是調查局連政處只是一個內部單位 本身不具有機關的法人格 一直縱使偵辦處有人貪污 也只能請檢察官幫忙帶回進行司法程序 可是目前檢察官計案嚴重 常常會因為績效考察而產生了選擇侵犯案 就消化簡單的犯罪案件 把現實上貪污表複雜的貪污案件往後擱置 這一嚴重的後果就造成貪污者有機會 可以驗面認證甚至是脫產 留商務檢察官在偵辦警聞閉案的時候 因為太忙而忘記上訴 讓涉嫌重大教育部長得以脫罪 那法業病案中的汪床府也是在檢察官 拖拖拉拉的時候 將貪污署的全數脫產成功 這已經不是個案 因為在法務通訊中 他這時間政府指出所有的案件總貪污機能 只有百分之十六機能能夠被逃回來 可怕的事情還在後面 根據新聞雜誌報導 檢察官因為立足在行政底下 特別是在偵辦行政權上級B24 常常會受到上級單位打壓 現穩定檢察官因為拒絕法務部長 要求不起訴無署則而被調職 高雄檢察官因為偵辦高層身份案件 後來被過失職 檢察官性也不是鐵打的 倘若檢察官因為擔心自己的前途有所偏迫 直接選擇一職權不起訴處分 貪污犯將得以逍遙法外 縱障所述 我方將信有的調查局連證處提升等級為 連證訴託部 並將其擺立在監察院底下 在以法定比例保障最低預算額度 避免行政權的不當防禦與打壓 再者 因為連證訴託部是一個機關 在訴訟法上就可以獨立行使 凍結財產的程序 避免貪污者過產 而我方更進入的被獨立的行使請訴權 避免先用下一檢察官選擇性犯案 另外成立協助貪污隊 只要故意幫助公務人而貪污者 都在連證訴託部的打擊範圍之內 至於機關手檔任命資格上擔任用高等法院院長回憲 另由司法到法官會議選任之 內部人員任用之 比照檢察官事務官與司法官調查人的考試方式入用之 我方相信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打擊日益嚴重的貪污隊犯 謝謝 請反方惡變上台質詢 大家好 專門有您好專門有確您幫幾個論點 您幫今天主要是認為啊 現況下的連證署的監督效果不彰顯嗎 對 那您方認為說原因分為說第一個是 因為他要監督行政權 他本事就隸屬於行政權之下 嗯沒錯 然後還有您方認為他預算不足以導致 他的人員編制太少 呃就是也不是說人員編制太少 而是說他沒辦法他自由的去控制說 他自己的人員要多少 好是 然後再來您方認為要訴訟地位不平的 專門就是可以解釋一下嗎 呃專門就是我想跟你講的是 今天就是我們在訴訟的時候 只有三種人有辦法提起訴訟 一種知識感人 呃 請問你要跟我先討論行政 我現在先面講民事之後再面講行事 專門我都只是想單純請你方簡單論事訴訟 你一定會有什麼不平的地方 對對對 可是我要分行事跟民事跟言論這樣啊 對啊 所以請請讓我講回 專門有在是貪污 貪污您方是民事還是行事 都有啊 行事你要判刑 行事你要把錢追回啊 這都要判的啊 都要判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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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判刑 都要判刑 那我先判刑下一判 都要判刑 那您方如果檢查官做選擇刑判 請問您方有證據嗎 或是檢查官做選擇刑判 還有問題嗎 呃我來給你看 都要判刑 好 好 都要判刑我帶你來給我 都要判刑我帶你來給我 你方會下遍是哪 再拿出來主見 告訴大家有沒有這資料 都要判刑我帶你來給我 說那貪污太晚半島之前 追回來到大局的原因 對 都要判刑我帶你 因為今天我在請訴這個人的時候 那他有可能發現說我今天被請訴 那我今天就趕快用脫產權 他脫產權有可能是說我今天馬上 跟我原本的配偶離婚 把錢全部貨物在他身上 所以就變成說今天即使我今天已經刑事案件 我已經被告了 可是我已經是在最小的方面 因為他已經是破產 他已經沒有錢了所以你根本就追不回來 因為在我方的情況下 就是我方的機構 他會有機關 他會有當事人事格 所以說他是可以請提訴 他是可以提起民事訴訟 如果他提起民事訴訟的話 他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 因為現在他是內部單位啊 怎麼可能提起民事訴訟 今天他是內部單位 他沒辦法去提起民事訴訟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機關 我就可以今天去法院去按你通告 沒有我已經舉出很多例子檢訟 然後會因為他本身就是內部單位 都沒有你不可以讓我講完 他會因為說他本身是內部單位 所以說他導致說如果上層有壓力來的話 今天我即使發現即使你今天在懷疑 在什麼調查好 但是我先檢訟的話 我就是不會報上去 是不是都沒有女方沒有這樣的資料 有都沒有我可以提出給你看 都沒有女方剛剛找不到女方 都沒有我可以有資料可以給你 都沒有讓我可以繼續問OK 所以你是怕資料囉 都沒有我只是怕資料 今天找太子不好意思 都沒有那女方還有說 所以女方今天基因的資料 都要塞進產業底下肢吧 是的 那請問女方瑕疵有沒有做更多 包括現況的其他的素材成功 沒有 那女方還沒下配套 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我方也會整理 好 那所以說 再來 那我方想要注意一下 女方能夠舉論說現況下 他會抓不到 或者是現況下 台灣貪污很嚴重的資料嗎 或者是貪污造成很嚴重的影響嗎 是 是 都沒有這樣好請問 其實女方先覺得像他貪污很嚴重 或者是他貪污都沒辦法被抓到 只有10%的財產 都沒有那是摧毀或是抓到 都沒有那是追回或是抓到 那不是抓貪污 所以都沒有你一方有辦法提升性化 台灣的素材機構的效能有多不張 也代表現在台灣還是很在抓貪污 對 那個碩士入文中有指數 對 這邊 近五年來每天案件均有增加的趨勢 2001年 都沒有這樣說好 貪圖案件不是代表我們抓出案件越來越多嗎 他發現越來越多貪圖案件 不是代表我們抓出越來越多的人貪污嗎 因為他發現更多貪圖案件 他不是代表抓到越來越更多的貪污嗎 那不是代表他效果越來越上級嗎 可是貪圖如果你不知道貪污的話 你怎麼可以說今天抓得越多 就代表說今天的辦案的力越高 你也沒辦法說今天他抓得越多 代表他越嚴重嗎 剛剛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今天你只是用抓出案件也沒辦法 代表說能夠代表原本他有案件 貪圖我們不是有抓出案件 我們還有說跟其他國家比較 我們的排名連連下降 貪圖沒有貪圖 根據那個CPI指數其實貪圖 貪圖我們發現 其實2007年到2008年 台灣的青年指數並沒有下降 因為你方知道 他的指數並沒有下降 他排名下降 可是又是指數 他的排名有下降 可是他指數沒變 代表他青年並沒有改變 他指數不見 就是已經代表青年指數沒有改變 請反方一遍上台聲樂 大家老師用表明好 我方認為 我方反對成立一個 我方成立一個專責的數三機構 原因是因為其實在現況下 目前的資料是法務部統計局的資料 他在現況之下 法務部統計局在現況之下 已經統計到在96年度 96年度調查單位 經查證後涉嫌刊除 移送檢查單位 調查單位偵辦者 共有455件 而且總共在 由政工機構 專案清查 業務機行 政工評估等 主動發掘者近70% 所以基本上 我方認為 在目前我方的 我方的 政工機構 他的職權 他的職能 他的功能 是能夠被彰顯出來的 另外在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CPI指數 這個是由國際透明組織調查的 也就是說 貪腐印象指數 在從1905年到2007年 台灣一直維持在亞洲第五名 而2008年最新這份資料顯示 台灣真假的一名 原因是我們追過了 有廉政公署的澳門 那我方就認為說 就是今天 其實在我方的 制度下 現況下 已經夠好的情況下 而且 也沒有顯示說 我方的 政治透明度有更糟糕 或者是 貪圖更多之下 我方認為 其實在 現況下 依靠現況下的制度 就已經足夠 來反彈了 而且在現況下 我們總共有 我們反彈機構 已經有監察院 法務部調查局 還有 司法院的政公司 和立法院甚至 和地事權 都有監督的功能 都有調查的功能 然後 而且 專責 專責 是 素貪機構 並不一定代表 是 就是好的 原因是我方這邊有一個 聯合新聞網的資料 他目前指出 其實香港的 聯政公署 和 香港的聯政公署 是 他的權力擴大之後 是有所增值的 在權力擴大之後 像 他們 他們採用的是 就是 不是 無罪 推定顏色 就是說今天 他們 聯政機構 聯政機構 並在全球 並不代表 一定能夠發揮他的功能 而對方便 我剛剛在上 剛剛的思論中 也沒有辦法證明 而另一方面 我剛剛提到過 就是 聯政公署 他們 預算保障 問題是 如果今天 他們要 創立一個 獨立機構 他們的預算保障 他們並不是 預算獨立 而是用法律 來達到 這個預算保障的名額 也就是說 他們上面的機構 並不是 隸屬於總統 而是隸屬於監察院 所以 我方認為 在 就是 在獨立預算方面 這 這並不一定 會 就是 讓他們的預算 能夠更獨立 或者是 資權能夠更彰顯 那現況之下 我方 為什麼 我方 為什麼 我方 支持 現況 的 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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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上述所述 左方認為 現況下 這資料足以證明 現況下 能夠 能夠達到 能夠反單效果 並沒有更差 而且 而且 在 CPI的指數上面 韓國 沒有連政公署的韓國 沒有連政公署的馬來西亞 他們的排名都不及台灣 而是 沒有連政公署的日本 法官 真的到前提 謝謝大家 田正方三面 上台 指定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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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進去 教官朋友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教官朋友首先確定零貌會變動現況嗎 嗯 原則上沒有 零貌會變動不變動制度嗎 好 那教官朋友我再繼續問 你覺不覺得在政治的行政部門的體系裡面 維持權力智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所以我們才希望三權分立 因為我們不希望求援兼裁判的事情發生 對 也句話說我們在設置政府的各種部門 不管是行政部門 監督部門 我們都希望監督者不要是行政者自己 以避免求援兼裁判自己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是我們行政部門設置一個追求的原則 對吧 對喔 OK 好 那先跟你確定這一點 那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您幫今天反對我方的理由 我方稍微聽起來之後 我們整理了一下三點 那我們聽一看我有沒有說漏 首先第一點你指出情況之下 台灣的貪污其實沒有那麼的嚴重 那舉出了一份子要告訴我說 其實CPI指出情況之下 雖然零次下降 可是其實指數的數值是沒有改變的 零次沒有下降 你認為指數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我放...我一直排名在... 目前還在亞洲國家都是排名在紀錄五名 然後2008反而增加了一點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有顏色的貪污 那我這樣講說好了 就是你認不認... 應該說你認為台灣現況下的貪污 也不是很嚴重 這是你第一個反對我方的理由 不是很嚴重 就是現況下... 對現況下貪污做得很好 對現況下已經足夠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你認為 成立連政數碳機關不一定好 然後你舉了一份例子 例如說像香港 他違反了有正確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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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沒有 就是連政公署 他們專責了有正確定原則 並不說就是有正確定原則 對...然後你舉的例子 是香港違反了有正確定原則 有侵害人權之餘 對...就是類似 對...可是這跟我方的制度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方不沒有違反過正確定原則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你方的制度是... 我方的制度完全沒有要變動現況之下 那我方的制度 那我方是要稍微解釋一下給你聽 在我方的情況之下 預算是要依法獨立編制 就是立法院上面要獨立編制 可是你方... 立法院告訴我的 是在這個... 我方要告訴你 立法院編制 立法院可以調可以砍 那我們規定一個法定的比例保障 就是立法委員要砍 我們不可以砍於地獄這個比例 就是立法委員要砍 這個叫依法 你方要告訴我的 立法比例保障 這樣就要認定在那邊的意思嗎 就是保障他 就是保障至少要拿到總預算的百分之幾 這個叫依法比例保障 就像是現況之下的政府會規定教育經費 至少要百分之五包在教育 立法委員要砍 你可以從百分之七砍到百分之六 你就是... 這個也叫做依法徒例預算 那你幫我了解 所以總括來說 你方反對我方要理由 三個部分指向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你認為現況下貪污犯得很好 不需要變那麼簡單 就是現況下目前的資料看出來是現況下很破 OK 好 那都要沒有 根據這份資料是 新加坡素灘機構之研究 兼論國素灘機構之發展 那他這個地方已經寫說 在2001年 看我們念錯 2001年的5月10號 美國貿易代表屬 剛剛有請問 那我現在拿給你看你可以檢證 就是5月10號美國貿易代表屬 公佈年度外國貿易戰報告 以及將台灣的貪污紅包文化列為貿易障礙 直言收賄跟貪污持續對台灣的企業造成負面的影響 那請問最後沒有 好 你去看 那剛剛沒有我這樣講 那請問針對這個部分 你認為台灣的貪污仍然不是很嚴重 即使已經有貿易障礙 你也覺得不需要改變 是這個意思嗎 那我先看一下 好 那你慢慢看 那我繼續再用另外一份資料問你 來張片 我跟我看一下這份資料 他說 根據這一份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他上面寫說 經過換算之後 快有個念錯 經過換算之後 美人繳交的政府 那是怎麼換算 等一下你可以檢證資料 每人繳交政府的100元中 有39元已經經由政府引轉到黑道公安局 那這個黑道公安局 那這個黑道公安局是什麼 就是貪污的綁標為標 對啊沒有 那你還是覺得這樣 他的證據在哪裡 他的證據在這邊 你可以檢證資料沒有關係 資料你可以拿下來去檢證 那都要沒有 剛剛你說現況下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政治力開 像這個地方我們舉出資料 那你可以慢慢檢證 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舉出資料 調查局 調查局長也也是很猛 他現況之下因為 因為政治力的打壓 對 資料在這邊 他因為政治力的打壓 所以他故意把情資 洩漏給總統 然後讓現況之下的檢證 偵辦有問題 那這個地方也有解說 現況之下的檢證 在偵辦的時候 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們幫助連政公署 如果在偵辦 對 方便 可是我幫助連政公署 部長選舉 已經改成獨立上場 跟行政力切割 可是現況之下的調查局長 很簡單的 都是踢命於總統 他都要總統提名 立法院都要三個同意 他是屬於資料 那你這裡就要 聽說話 請正方樂部長 上台聲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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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 现况之下之后 法人 自然的以及中央以及地方机关 可以提起诉讼 所谓民事上的诉讼就是 我可以先冻结你的资产 因为我有合理的怀疑 你有贪物上的嫌疑 所以我必须冻结你的资产地方 你在被定罪之后 你的资产没有办法缴回 因为你告诉我 我破产 我缴不出钱 你关我吧 我18年过后再过20年 我就因为我脱产这笔钱过得 皇帝半人的生活 这样的体制 这样的社会是人民台湾想要的 并不是 所以我们认为 现况之下 由法务通讯中指出 真正经过贪物案件追回的资产 总共只占了多少 16% 其他的部分 完全经由脱产的方式 或是不起助的方式 让他们没有办法 让他们连纳税的这笔钱拿回来 如果这种状况之下 即使贪物人被抓到了 钱拿回来又能怎样呢 所以我们发现 今天为什么钱会拿回来 第一个 检察官会有上级打压 我刚刚就有指证出 先况之下 由萧天状案 冬子 第二案子萧天状案 1989年当初 彭少景检察官 被假裁检查底 是剥夺行政上的协助 他不能使用 他的行政上的资源 甚至他也感受到 他自己生命的遭遇危险 因此而不敢办案 再来是由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当中第四九四七 其中指出 少数检察官 高兴武 抗争士都是个人的单打独斗 下场不是悲剧收场 进而退出整个检查底 细而不能进行犯案 所以我们发现是什么 如果今天一个检察官 停止发言 请白方三便上台咨询 那我想请问一下 各位朋友首先是说 你会不会再重新做一次 请白方的事理 是如何设置能够 尤其是 第一个是 裸方先慌之下 申格調查局 廉政出成为一个机关 于机关的意思是 他在于诉讼上 没有当事的事格能力 可以进行提起诉讼 再者他是调到 由监察院体系之下 各离于行政体系之外 避免求援监裁判的状况发生 并且他的预算 最不如同先慌下教育部的 比例保障 那你到底想听什么 直接问我们就好啦 那我想问一下说 民方这些制度设计出来 你有没有助于他们 更能调查出调查 当然啦 希望这样子调查不出来 因为检查体系绘 都要行政资源的干擾 行政上级的打压嘛 如果你今天还是一样 我刚才主要 你要看资料吗 对 好 然后对方表现 你翻资料的时候 我们来说一下 民方说到 我们有39%前 如果可以到 绑到围标的时候 对 那我想请你讲 什么是黑道 就是会影响一些 不影响 因为在这边黑道 主要要强调的是 在公共行程之中 我们一般行政体系 都要发飙嘛 我们今天有一些建设 是用GoGo發飙 一个民间发飙的过程之中 由民间某些团体 来帮我们就运行 可是如果这些团体 被黑道挟持 如果这些团体 他们本身就是黑道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GoGo送紅包 给你行政的体系 就让我们做 我用一些送紅包不错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黑道 我们把行政送来的黑道 会造成我们这些行政浪费掉 看到黑道就是 你把工程伴招吗 然后黑道 它不是 因为黑道有时候 可以第一软点一种 都没有 我们今天很想一个 我都会对我用解释吗 对我会听 都没有 我们看一个公共行程的 良好与否 或是他品质好不好 一定是看 哪有公司不较有能力 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吗 但是我黑道不是用 我公司本身的能力 跟你做评比 而是我公共的能力可能很烂 或是不怎么样 我送钱给你 不管你根本不用把我公司做的怎么样 或是他送你给你 你这个安心就给我做 对人民的伤害是什么 对人民 什么叫维标绑标 你都懂 我懂 但如果懂的话 你就不会 不把它视为分为比 还是你觉得维标不重要 维标 没有办法的举程 说维标 维标 维标 之後的钱 一定送给很烂的公司 做让民众做的事 对不起 不是让很烂 如果在你的公司 把所有的公司 都用钱来很烂 就好了 今天我们明明就是 第一个法定的程序 来衡量A公司跟B公司 在公共行政上 告你谁做的 不加好 建政上 誰做的不加好 刚刚说要上期打压的资料 好 好 不好意思 方便我可以直接给你看一份论文 好 那我先 就说一下我的内容 因为我对我的抄写的东西 是靠近性的 不过我觉得你是以1889年 的资料来说 其他不容易受到上期打压的现象 就是我方认为1889年 真正现况和现况 其实不太差 因为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 都没有 只是因为时间不一样 比如说时间不一样 例如说 1989年吧 1989年吧 那你请问一下 您发生的办法 有证据证明说 1989年 连政素材体制 跟现场完全一模一样吗 都没有 我们有讲的 他那个讲的不是 连政素材体制 他讲是检查体系本身的问题 那就是分属于检查体系本身的问题 对 我是分属于连政素材体制的问题 我们知道的极限 那么 我们继续说到 那个 您方制作的问题 那您方为什么认为 我们设计一个这样 独立的机关之后 我们就可以讨回 例如说 反正讨回16% 可以多讨回他 讨回17% 为什么您方的机构 我可以先回答 我可以先回答 你刚刚的问题吗 可以吗 检查长 谢文定与检察官陈瑞人 一起主导 2006年纯水扁夫式的习数 而将起诉时 施茂林 检查总统 要求谢文定 再给准备每次陈述的机会 一次呢 可是谢 谢文定拒绝了 所以这时候不再起诉 谢又再次拒绝 因此呢 在2007年3月30日 他拒绝了起诉 吴复征他本身 所以只在2007年3月30日 法务部一口就调离了 有一个该侦查的26名检察官 其中就包括谢文定 所以这个案件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案件告诉我们 如果今天我上面的法务部长 要你帮我起诉某个人 你不起诉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我用变相的把你调 刚刚还抓到 今天不是抓不抓到 那对方不抓到困 你有没有办 不抓到困 我们没想办 可能今天陈绿远 他的案子 我们民众比较显而易见看得到 但是其他看不到困 你放要不要吧 那对方朋友看不到困 到底有多少 对方朋友看不到困 好 你可以继续讲 那对方问一下 就是说 你刚认为说 貪污对我国造成的问题 主要在两方面 主要在经济方面 一个就是说 已经贪污的181 然后造成说 这东西占不方 我国税收比例以上年 造成大部分的钱 流入不该流入的地方 对 再来就是说 国外对我国的印象较差 然后应该造成 外国的厂商住宅不前 不好 前往我国陪资 对 好那我先请问一下 您帮的 台湾的 不好意思 再来是主要 我们该认为 您用哪份资料来说 您说 美国认为 他会到粉丝 他会到粉丝 请百方二店上台宣论 谢谢 大家好 我们再重新来确立一下 今天正方到底跟大家讲什么东西 以及 今天反方到底是正方什么东西 今天正方认为 现在检察体系有问题 像他方刚刚举出的例子 告诉大家说 因为有检察官 如果我方没听错 他是说有一个检察官 他希望向检察长提供 再给承受免移一次 免移一次承受的机会 而结果检察通常不准 那过不久 这个检察庄 就把他调离 但是我方不懂 这东西有什么关系 因为可能调离的 调离植物的关系 可能有很多层 可能是因为地缘关系 可能是因为需要的关系 可能高温的地方 特别需要很多检察官 是会调离他的植物 我方不了解说 这或许是不是只是一个巧合 刚好在于说 他今天不给他承受 今天检察官不给检查 检察 检察中党家的检察官 那个检察官 那些检察官不要 而导致说 这样子跟他直接被调离 什么样的关系 我方不了解 那再者 我方认为现在检察官 你得的确在办 那这样子到底有 有没有 这样难道就抓不到他污吗 这个我方认为 其实还是抓不到他污的 在我方说的事情 他方认为 他排名数有下降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应该是相对比例 还是相对的数据 這樣來說好 在2007年 我發現最新的資料 2007年前跟2008年 的確我們知道說 2007到2008年 台灣可能排名如下要4名 可是那是因為 那個他整個國家就是 去看了國家 就是去今天在排名指數的國家也是有上升的 但是今天7年指數 我現在說的指數也就是絕對的 是5.1 舉個例來說好 怎麼樣看 今天如果今天97名 在第四月考再班上排 全班第一名 可能在第二次越考越遠 考100名 那你用考100 那就變第二名 那這樣難道就真的有比較 考得比較不好嗎 其實我後來就這麼認為了 所以我剛認為他方又排名 大家看相對排名下降 就要講說台灣糖越來越嚴重 方說這是不合理的 再來他方是 他方今天拿出的指數 其實方說都很老舊 為什麼有很老舊 因為他方今天拿出 美國認為台灣 美國是在2001年的時候 排成2002年 我忘記了 到現在過六七年 那時候認為台灣是一個貿易障礙 可是現在還有沒有認為台灣是一個貿易障礙 我方不了解 不過我方發現是 台灣在近幾年一直努力地速攤 台灣連任機構 而且台灣 台灣其實我方也要產出 台灣不是只有他方講的檢察官 台灣還有正工作 台灣還有監證 甚至現況下還有監察院 監察院也有他本身的職權 現況下監察院 也可以去調閱文件 調閱檔案 來去看他這個官員有沒有貪污 所以我方認為說台灣現況下 只有監察院的情況下 他方堅這專責連任體系 再設在監察院的體系底下 會有什麼樣特別多出來的功效嗎 我方也不了解 再者他方堅又要說了 現況下可能調查局局長 只要受限於立法院的提名 跟投票通過才可以 可是我方其實發現 監察院的委員名單 也是要總統提名 由立法院通過才可以 那如果今天假設今天 像我方也知道是在今年選舉之後 台灣的監察院才重新開始實施 在之前台灣的監察院其實是一種停擺的狀況的 那如果在他方情況下 如果監察院停擺了 他方這個專責連任體系統又要怎麼實施呢 我方也不了解 再來他方又說 他方其實從哪也沒有講說 現在台灣有多嚴重 而且他方也剛告訴大家說 那個1989年的時候 有檢察官可能太晚查破 或者是被打來 可是我方認說那個檢察體系 跟現在已經差太多 因為1988年才剛解除戒嚴 那時候的檢察體系 到底有沒有像現在這麼的 那麼的自由跟輕鬆 我方也不了解 所以我方認我 基本上幾點 他方其實實在沒有辦法說明 說他方更改性 或是那個專責連任機構 到底可以解決多少貪污 以及現況下到底真的問題 是不是他方就有辦法解決 甚至他方在他方的情況之下 追回前提的效率 是不是有比較快的情況下 我方認為 是不是比較浪費錢 就是你專責連任機構 謝謝大家 請正方一遍上台執行 的確定有機會 出現的效率 就是你所掌的 那裡的效率 就是你所掌的 那裡的效率 真的有給你 請正方一遍 那裡的效率 那裡的效率 佳那裡的效率 全面的效率 你好,我先請問你第一個問題 如果說在現況下台灣產生了一個問題 是說我們發現檢察官太忙了導致案子拖延 對方認為他不該解決 對方便,我方認為那所有案子都一樣 對,所以你不該認為應該解決嗎 對方說所有案子都一樣 我方可能希望是偵測檢察官之類的 我知道,如果說今天檢察官有可能選擇性辦案 你覺得一個不應該解決 對方便,那這可能就應該被解決了 對,那如果說今天有可能上級要求他不要去辦 你覺得一不應該解決 對啊沒有,那他開上級不要要求他去辦理由是什麼 那如果說今天是因為有可能辦到上級高層 辦到他自己的案件 所以早次上級叫他不要去辦 你認為上級就辦不該解決 但我方認為這次應該是舉證 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 對嘛,所以你覺得應該舉證 你覺得是一個問題應該去解決嗎 對啊沒有,我方認為說 如果這種有簽證到離開關係的話 是該去舉證 而且你方也說你方不會有這種離開關係 對對對,那先我們等一下慢慢來 那多方便我們再問你 如果說今天有可能 我導致說我即使發現貪污案件前追不回來 你覺得該不該解決 呃,多方便我方認為 這樣說好,我方認為 貪污案件前追不追回來 是雙方都可能夠不要解決問題 對啊,所以我們都認為應該解決嗎 多方便我這邊有資料指出說 有16%的貪污案件 所以我無法去追回 在雙方便我再舉出另外一個 都不能讓我講完 我再舉出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陳水扁案件的例子 他指出說 今天他因為 今天前調查局長葉勝茂 住所被找到 這位葉局長一邊阻止下屬 進一步搜證調查 一邊把情報直接送到 前方陳水扁的手中 請問你們任務該不該解決 再來多方便喔 還有 但我們來看 今天只要不需要一套機關石 才不會發生一些選擇性方案 或偵查案件的行動 我們任務該不該解決 你們任務該解決嗎 還有再來多方便有 我們再舉出另外一個例子 汪重甫的妻子成功脫產 你們任務該不該解決 這邊可以讓你檢證 再來多方便有 還有 今天有四名新竹法院的法官 和一名檢察官立即開議 再過一天 結果三名協助幫偵辦此案的調查 也辭職開 三個月之後 高興武先生他高修檢的話 被迫辭職 你們任務該不該解決 再來多方便有 多方便有 我自己回答 嗯可以 多方便有首先是第一個 我方認為他今天 呃他是辭職抗議 我方認為這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這樣說 我都沒有可能只是檢察官 彼此理念不同 那我方便 那我方便有先來看 衝突事件是 是衝突事件是 惡名招丹的無書案 有什麼是無書案 無書案就是 無書案是 無書案是 無天繪是 是負責法院司法抄手的 司法院的第四廳廳長 而他的妻子蘇鋼則是一名律師 這兩 他們這夫妻他們被起訴的時候 可是因為發現有可能辦到高層 因為他本身 胡天惠他是司法 原地自己的 他這上面寫的 你說什麼自己的解釋 他們有說原位有可能辦到高層 好的 你看這邊 他說即使陳收已經 其實是檢察中長 已經拒絕他們匯諾跟官司 他們還是持續不斷的操扰檢察中長 並強迫他接受匯諾 蘇鋼還曾經說過 如果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錢 都要問你要不要解決 對阿沒有所以你這次有沒有收錢問題 對阿沒有那您看起來會有人收錢 對阿沒有 為什麼我方的情報家會有人收錢 對阿沒有 為什麼您方的情報家會有人收錢 為什麼您方的情報家就不會有人收錢 對阿沒有我跟你講了 我們的制度是什麼 我們制度是大法官去決議 說你有一個人 法官有可能收錢 對阿 我跟妳講大法官他本身是終身 你根本就包掉他 你也不可能會去收買他 因為他本身就不需要你的錢 因為我今天不收你的錢 我還是可以繼續當大法官的職位 我方認為不能這樣做推論 因為我方認為是不是絕對的 我方可以先回其他資料嗎 對阿 因為你方剛剛講很多資料 我方會一個一個回 對阿沒有 我方想要出的是 這拉法院案實在過久 跟當初的 就像我剛剛講 跟當初現在要簡單 對阿沒有 如果你的制度沒有改變 這樣的情況一樣會發生 對阿沒有 我們知道從年到現在 檢調處是有越來越 處向那個 對阿 可是你也沒有從您看的制度 任何改變阿 你方沒有講 剛剛在近期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你方可以舉證 因為我方認為這資料實在太久 我方認為可信度是非常低的 好 你沒有舉出任何資料 告訴我我現在已經改變 而且現在問題可以被解決 對阿沒有 對阿沒有 你方現在還沒有讓我回完 這樣的話 好不好意思 那沒關係 對阿沒有 你方現況下的正公司 他可不可以行使當事人事格 對阿沒有 我方不懂你當事人事格 就只說今天我可以去提起訴訟 對阿沒有 然後去把錢追回阿 你方現況下的正公司 有辦法做到這樣的事情 對阿沒有 目前是不行的 不行阿對不對 那所以今天在錢再追回 你方沒辦法解決嗎 多方沒有不會 因為他可以提起檢查單位追回 他提起檢查單位追回 那如果檢查單位 他本身就在行政部門 的話請問你要如何解決 多方沒有我方認為 就算他在行政部門 他也是可以去追回阿 現況下追回還是有錢追回的案子 對阿你只有16%追回 我告訴你如果這樣有方形 我想我們可以追回百分之百阿 多方沒有那你要說今天 他是不願意追回 還是到底效率不張顯 我問你為什麼你方效率比較張顯 這是你方要去做的證阿 多方說他16%追回 可是因為他證判案件他實在過慢 所以就導致說他沒有辦法 我們都沒有辦法化 一切都要沒有 正方三遍上台生論 fibre的是有問題 可以做的 對阿富士統治梁 是有問題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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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覺得一場對人比賽 一直小比一直小 已經爭執在資料上面的年份其實不是很有意義的 那都沒有要新的資料換一個人去 01年是美國貿易障礙的資料 03年的世界經濟論壇論述全球經濟排名 的確 台灣成長競爭力頗高 可是其中針對公共政策指標的排名 尤其是貪污指標 排名第19是遠地 整體成長率 經濟排名 而且影響全球競爭力 這是03年的 方面要更新的還有更新的 2008年9月的台灣民族記開 他說台灣的2008年全球貪腐印象指標 在全球108的大陸平比的國家 排名第39跟去年排名第30 跟去年排名第30相比 名字降下我們一下滑 幅度歷年之最 那對方沒有大家可以說這個指數沒有變 是其他國家都在進步 因為其他國家都考到100分 所以我們考99分的還在第20 這也是很理所大 有對方沒有那種思考思維 就是十分的錯誤 原因是因為其他國家都在進步 為什麼台灣還在原地踏步 如果其他的國家可以藉由行政上面的改革 年政上面的改革 或者是變更一些制度 可以讓他做得越來越好 只要干預現況之家的60分80分 這是我方十分存疑的 所以我方自己去檢視現況之家的貪污 到底有哪些問題 那現況之家的貪污有哪些問題 不要只均勵雅頭上面的排名 我們要跟世界比肩嗎 現況之家的排名 現況之家的問題我們就整理出了兩個區塊 第一個部分是調查局聯證處 那調查局聯證處 他現況之家的問題分兩個 一個是預算的問題 因為沒有錢 那他的錢要看調查局長的聯證 那看調查局長的聯證 那調查局長如果 因為調查局業務負責是很廣泛的 他因為業務上面的排名 有時候沒有辦法給聯證處 這麼多錢的時候 聯證處辦事的資源就少 他的人手配置也會一直有所排名 所以我們一邊就舉證了 舉證說什麼 舉證全國的聯證處 貪業務到處只能夠500人來負責 而且那個預算比例不到調查局的1% 辦台灣的貪污位 以500人負責 預算不到1% 甚至有2000多人都只是堅持討人 對方沒有在這個部分 我完全不股是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再往下看 接下來一個部分是政治力干預的問題 那政治力干預的部分我們分兩部分 首先讓我們說 資料還有就那種舉新的 舉葉勝貌的資料有夠新的 就是最近的陳水扁案 那裡面寫說什麼 調查局長葉勝貌 因為一邊阻止下屬進一步搜證調查 就是政治力干預不准下屬查 第二個部分把情報送到刑犯 陳水扁的手禮 甚至是直接以犯罪的方式洩漏請資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現況是向法務部長要求檢察總長 要求檢察官說 可不可以給陳水扁再一次承受的機會 其實這是違法法定審訊 因為如果你陳述的機會已經用過了結束 你就不能夠再要求 那他當然是依法就決定寄 就決定寄 甚至施茂林還說 吳俗真身體不好 你不會不要起屁他 那謝茂林當然再次拒絕 2007年3月3日 法務部就一口氣調離了26名檢察官 這26名檢察官裡面 十之八點都是調查吳俗正案 所以我們覺得要說是巧合 那我們再舉出現況 這樣因為這種政治力干預的問題 不管是汪傳統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吳俗案 要嘛就是檢察官忘記起訴 要嘛就是檢察官起訴的時候拖拖拉拉 在這個地方你舉出 在汪傳統妻子的例子 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早就已經發現了 可是汪傳統妻子 因為起訴拖拖拉拉 導致汪傳統妻子已經大量的脫產 而脫產這個部分 為什麼我都認為那麼重要 原因是因為一個貪污案件 你在偵辦的過程 有時候不是只要這樣附診 你要向大稅人的錢討回來 可是現況之下的政風司 跟調查局連政處 都是內部機關 一個內部機關現況之下 不具有法律上面的法人 他不能在民事跟行政上面提起訴訟 他不是當成就沒有資格 所以他不能夠申請要假扣押 他不可以申請凍結財產 現況之下只有誰可以 法人、自然人跟地方政府的機關 那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認為什麼 要將我們的制度 移轉到監察院之下 有了成為機關之後 他就可以申請假都來甲處分 而我們首長的選舉 是改用大法官會一決之 就現況之下就是超然努力的方式 跟現況之下的檢查總長 跟調查局長都不一樣 因為現況之下的檢查總長 跟調查局長 要總統提名立法院三分之二同一支 這是現況之下檢查總長的決定方式 也就是因為這個決定方式 檢查總長要批命於行政 而我方才可以藉此避免證 不能改喻 謝謝大家 請反方一遍上台訢訊 請反方一遍上台訢訊 不管是哪些人在追過我們 這都不是一樣 因為我方目前在CD指入之下 我方認為在有連政公署的南韓 並沒有追過我們 連政公署的馬來西亞也沒有追過我們 我方認為我解釋一下 你解釋一下 所以我方認為你沒有追過 我正要告訴你 我正要舉例告訴你 我舉例告訴你的方式是 澳門跟南韓他們有連政公署 可是做的給我們好 理由很簡單 因為澳門的連政公署 跟南韓的連政公署 制度設計的跟我方制度不一樣 南韓連政公署跟我們差不多 我們的正方制度設計的跟南韓不一樣 南韓的制度是什麼 南韓的制度不管是什麼 這跟我們的制度不一樣 不是啊 你剛剛不是有監察體系 它是歸於監察體系之下 我們的情況之下 就不是歸於監察體系之下 我們移到監察院啊 監察院不是監察體系 監察院不是監察體系 不好意思 監察院不是司法體系 不好意思 監察院不是司法體系 監察院也不是檢察體系 那是恐怖 所以還是 所以南韓制度幾乎 跟我們幾乎不是差不多的嗎 可是南韓的領選方式 南韓的 他的連政公署的權力機構 他的法條設定可能都跟我們不一樣 就像是尼方說 就像是尼方也有舉例 就是在現狀下 亞洲國家 我們法國並沒有下降 我們還是為了監察體能 而是其他地方不知道誰是哪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獨權獨裁主義國家 突然變成民主國家 然後他的連政紀錄突然變高 所以尼方如果要討論這份資料 尼方必須舉例告訴我們國家 如果尼方沒有幫助我們 尼方沒有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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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追過我們 你覺得無所謂 你要告訴我 他是怎麼追過去 一個極權國家變成民主國家 他沒有司法獨立出來 他的名字大會 沒有 台灣民主制度已經行之有年快一百年了 一個馬上從極權變成民主的國家 就可以瞬間超越台灣 你覺得台灣還不該檢討 沒有 沒有 那個是差很多的 對 一個一定是極權的國家 只是因為變民主 他就可以瞬間追過台灣 那代表台灣經過在原地 他們都很嚴重 所以尼方只會告訴我們國家是哪一些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跟尼方 你一定要知道我們 你不能說 就是只要有人追過我們 搞不好 就是台灣在這部分上面 搞不好還是做了 做了維持一定的水準 尼方就要改變現狀 尼方就是好 尼方人現在目前就是 尼方人也好 他要做到更好 都不可能啊 那你覺得唐勿這件事情不應該好 做到更好嗎 那如果今天我們要做到99 你要把他做到100 可是都沒有照你的CPI指數 台灣亞洲也是排第五 也不是排簡單 也不是99分啊 那全球是108 你給我講 那你的9數是你嘴巴說的 我看到只有亞洲第五名 全球排名39 所以那這方面 我們現在不能跟尼方人 那我想問就是下一個 就是尼方在說 我們目前法務部預算不足 那我覺得說 不是法務部預算不足 就是調查局 就是調查局的連證處 對 那如果現在 你說這樣就如百了 那我覺得我的這樣 我的問題是 今天五百人不夠嗎 對啊 沒有 我們要認證 我們要告訴你也是 這個五百人 他的人員不是常設的 他 我也是 林方剛剛說 現在還有五百人 那要常設是多少 對啊 對啊 你想要我解釋的是 你覺得五百人到底是多 還是不夠多 對啊 你要告訴我 是不是現在方向五百人是不夠嗎 還是需要更多 現在方向有需要更多的人 對啊 所以我們告訴你 我們要告訴你的東西就是 因為台灣現況之下 人員設置早是 假設都維持現況 可是貪污指數卻在下滑 導致脫產 其實大家通通都很難追回 就代表 其實我們投入於貪污 速查的資源跟人手 應該要變得更多才對啊 對啊 那不然你的貪污指數 要如何讓它平衡呢 可是就是讓你資源跟能力 變多 現在已經查到了 當然你要查更多對不對 當然啊 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還有黑書的話 當然要把它查出來 那沒有 那我 那我再問你下一個 就是你說那個夜深案 夜深帽 夜深帽的案子說 它透露了泄密 但問題是 這個東西在檢查官已經查不了 但我覺得 您剛剛要告訴我們聯證 你們要聯證 在我們的聯證 因為他的首長 就是我們機關的首長 跟總統本身 已經沒有立體案關鍵 他的任免方針 跟總統無關 總統對方沒有任何立體案關鍵干涉 所以對他來說 他就不會 閒前沒事無聊 把警察洩漏給總統 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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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隸屬於檢查院 以下 他的領選方釋 他檢查院還是有總統提名的 沒有 可是我們的 我們的長官選保 不是叫檢查委員選 是用大法官會議決定 就像是你告訴我說 現況是這樣的大法官 要聽誰 其實大法官他雖然是 他雖然是在司法院長的管家裡面 可是他沒有什麼什麼聽誰 因為他是忠貞子 就是給他獨立草案的保障 他的隸屬在位在那個位置 可是不是有人可以去干預 沒有人可以去干預他 所以你幫我們的聯證公司 能不能查出來 可以查出來 可以嗎 請反方三面上台聲論 請問及 Value 請問許多點 請問吧 請問請問 真正的解決策 請問的確定 請問 請問 我先解說一下 今天因為場上交通來到了一個狀態 就是說 我方想要誠心一下 第一個是台灣貪汙瀕是不是那麼嚴重 那台灣的貪汙瀕是不是真的嚴重到 讓我們民眾覺得很恐怖 讓民眾不聊生 讓我們經濟不管成長 讓我們反而組織不起來 成為國地上的一個什麼 講來台灣往前進步的戰略 再來就是 假設這個問題真的那麼嚴重 那正方稱出來指定是正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正方的制度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有證據顯示說正方的制度有怕解決這個問題 有論證說正方的制度有怕解決這個問題 假設正方制度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社會的機關要幹嘛呢 那首先就我方對正方自由了解 用這筆小說明一下 首先呢 正方是基卡委員這個機關 是由大法官去認定 大法官隸屬於司法機關之下 因此呢 他人是從操縱於司法機關之下 在他機關的上級是監察院的監察院長 紀錄中文的名 包括一系列的監察委員 像是工作現況 對 這是只有整個原本因應行政體系之下的體系 整個翻譯學的結果 那正方這個就是射系的問題 很明顯地出在 第一個 他是由兩個不同的機關扮演 表示呢 他會說兩方面的壓力 再來是大法 不管是從大法官或是從他本身的上級來說 我們不知道權力單元是哪裡 再來 大法官本身會不會出問題 我們也不知道 因此他本身的人會出某個問題 我們也沒辦法了解 那這樣我們也沒辦法了解說 正方的制度 沒辦法更有效地去處理我們台灣條路問題 那其實這個制度要是來幹嘛 再來 那就 就我幫對這之後了解 提出這些還不確認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 首先這方 一遍是出了一些問題 那我現在稍微說明一下 正方以周教授的論文來說 第一個 貪污是個太不好的新聞 而現在行政體系之下的貪污 行政體系之下的聯成社團組織 並不取得抓到台灣的貪污 這第一點 再來就是說呢 台灣貪污 構成台灣貪污有重要障礙 再來 台灣的檢察官只有500 這個500人並不足以處理現況 這方面其實 這方面並沒有拿出其他的署名 因此我們只是 只能打過問號說 那這500人這個不夠嗎 還輸了多少人才夠 這方面還沒說 他們要給這個機器 這個機關的人 到底多少人才夠處理 台灣生人的貪污 聯成社團 再來就是說 這個現況下的聯社團組織 它並沒有當事人適合 這類的 那我幫他請問一下 我方的體系中 這個行政 這個各列車封處 是向檢察官來申請 他方的檢察官 就是說檢察官就當事人適合 他行請檢察官大為 檢察官辦 再來就是 剛剛沒有認為 湯匯的款項有百分之十六 使得最為百分之十六 實在是非常差 這個條件 因此我們可能應該要 追回各種款項 例如說 我們最後的百分之百好了 那大家公平一下看 我方的確定說 就會百分之百三個方向 但正方的制度 正方的獨立預算 正方的獨立憋製 真的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追回 我們貪污走不走金錢嗎 這個也不可能不知道 既然 訴訟奪約 再來就是說呢 江貝爾 江貝爾同時講說 我們是跟亞洲排名 或跟世界排名 但其實我方的 跟誰排名並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 我們自己的貪污指數 被定比於5.1 這個5.1 是我們現在 信號下的共同留意的結果 那其實就是 沒有這個組織 沒有這個組織 有沒有這個組織 在國際上型化來看 已經不是連線數碳的重點 為什麼有這個組織的國家 可能進步 可能退步 那這個組織其實 並不能完成的 完成這個使命 而只是看該國家 的電子情況 請直方二邊上台直訊 請正在問才等 你們 東東您好 東東我們現在 總共一些假設性的問答 可以嗎 今天情況之下 我們都認為 貪污對一個社會 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對吧 就貪污這件事情而已喔 我們都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 盡量避免它發生就盡量避免對不對 還是你覺得我們60%避免就好了 不一定要做到70% 林芳並沒有說出來 沒有我們 假設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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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就假設性問題來反理我的話 那我方其實並不知道貪污泡在哪裡 所以林芳認為貪污不嚴重喔 或是你讓他們即使有貪污也沒什麼關係囉 如果多一些假設性的話 林芳並沒有說他們會造成什麼樣的情況 對啊沒有 所以你絕對 以納稅人的心態來講 如果我今天納稅人看到的是 官僚體系 行政體系官官相互 即使有某個行政首長攤錢 他拿了我納稅人的錢 但是林芳你覺得這沒什麼關係對不對 就假設性問題在這樣 林芳認為就我剛剛針對的這個現象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以你們反方角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不管以兩個地方角度來說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拿這些錢他拿走了 他拿來做什麼才是用點 所以你覺得我今天拿貪污錢去做什麼 我今天去消費自己的經濟 你覺得是好事 其實也不錯 所以林芳其實總統都認為 貪污是什麼代表的事情 所以即使我們越來越後 林芳討論是一個假設性的方法 對啊當然啊當然 所以 可是如果假設性的問題當中 在林芳的價值裡面呈現是這樣的話 即使林芳認為台灣的貪污指數一直下跌 因為台灣的國際排名 因為貪污因此 競爭力不高 也沒什麼大問題嗎 如果是台灣的話 林芳認為只存在出點問題 沒錯 對啊 那我先 好那我換個直接方式問你 如果就贏 如果就贏 台灣也在假設裡面啊 都沒有 今天如果 他如果已經影響到台灣的全球競爭力的時候 林芳認為這言不嚴重 要看全球競爭力 你不對台灣帶來什麼樣的有事 或是台灣什麼樣的 所以你放棄說我也不嚴重啊 你還不該解決呢 一個你放棄說的 你只要尋求競爭力 那尋求競爭力會貫到 沒有沒有 台灣是不是靠貿易為生的 是嘛 所以主要競爭力 幫我貿易體系 有沒有辦法出去成長 你認為競爭力 全球競爭力 什麼事跟貿易有關係 當然 我貿易要進行到輸入全球國家 當然有競爭力上有關係啊 都沒有 沒有 一個國家 剛剛沒有 從東大有都不認為貪污是個嚴重的問題 好 再者我們現在跟我討論 林芳並不能這樣 就是我方認為貪污是嚴重的問題 郭忠祐你剛剛就與貪污這件事情來講 我雖然沒有舉任何事 這件事情 你覺得貪污沒什麼嗎 都看他把這個選擇 那是在假設的情況下 假設的情況之下 我方問你 即使如果今天假設 台灣這個貪污問題很嚴重 你弄得要不要解決 因為台灣貪污問題嚴重 是在嚴重在哪一方面 就貪污這塊的問題嚴重 你要不要解決 對 沒有 因為貪污是哪一種貪污 是貪污 只要反過貪污就算貪污 素材機構敗的貪污就是貪污 你要不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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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既然這個東西沒電音清楚 沒有貪污 都沒有 我這說有貪污就是包括所有的貪污 你有什麼定不定義的問題 那你要不要解決 你方從華美 也是貪污的經驗 但我方都沒有 光有只要行政人員 試圖以他的權勢 圖利自己 或是圖利他人 就要貪污 你方要不要解決 你方都沒有 你方認不認為 你方認不認為 今天貪污這件事情 真正要速貪 是不是只有定罪而已 只要我告你 可是你的錢拿破回來 都沒有你覺得是嚴不嚴重 這非常嚴重 好 所以你方認為脫搶是很嚴重 都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 可以改變這樣的狀況 使我們追討的財產 可以予以討回 你方認為 要不要改變 當然好 改變 就改變 都沒有 我經營不給你 都沒有 我經營不給你做討論 都沒有 我經營不給你做討論 都沒有 都沒有 我經營不給你做討論 我經營不給你做討論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討論 因為我沒有辦法進扣押 對不對 不一定 你方並沒有說 沒辦法進扣押 為什麼會更屬於 沒有 我剛二變照片 有時候你方跟妳經過 指不從 沒有 那我先給你聽 我扶起這個舉證的責任 今天為什麼扣押 會跟資產 會跟脫產 有什麼關係 因為今天當我 假設是我剛剛沒有辦法 就犧牲你一下 假設我懷疑 你有他目的狀況的時候 可是我沒有辦法馬上幫你定罪 就是我為了怕你 今天假設你真的有罪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證據 證明你有罪的時候 我可以 在現況之下 以民事處動法第40條的規定 我可以 合理的先進行強制執行 所謂強制執行 就是進行假扣押 假 就是真假的假 什麼叫假扣押 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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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國外 都不所謂 第一階段比賽 再遲到一段落 比賽將於0小5分鐘後進行簡便 你到台北發出 你到台北發出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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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大家好 感谢观看 但 我方认为 我方不懂為什麼會有唐物一直沒辦法被抓出來 而且在他方的情況下 他方今天等於是說在他方連任的提示之下 他方讓這些專責連任的機構的人擁有了假扣押的權利 但是我方不了解 他方有沒有解釋 他們在什麼樣的程度就允許假扣押 只是初不懷就可以假扣押嗎 還是要懷到夢的時候才可以假扣押 那如果初不懷就可以假扣押的話 那是變成說他可以變相一直去假扣押人民的金錢 那我們知道假扣押的金錢比是1比3 那到底他預算有沒有這麼多可以出過他假扣押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可以經歷被另外一個假扣押 如果今天是一個公司被假扣押 他是不是反而會找到公司整體的運作 所以我方說假扣押到底會隨便一起被運用 我方是認為是不應該是這樣的 那在就算有假扣押是不是代表說 你可以比較追悔他們 其實我方也發現其實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一個人騰的話 不可能會把這個牛牛牛牛牛給你來抓 他騰完那你想辦法就把他錢先趕快把他抓走 就不要被你抓到 所以我方認為說這個時銷上的差異 阿方為什麼他的時銷比較快 阿方時銷比較快 阿方時銷快在哪裡 那真的有比較快嗎 就算比較快 到底為什麼就可以真的能夠追討這些貪物的錢呢 這我方也不瞭解 阿方也沒有時銷去論證 阿方只是說現況的追討錢追討物貨物管 阿方就可以 可是阿方沒有說為什麼阿方可以 阿方有說假扣押 可是阿方也沒有去論述說 今天那個假扣押的時速非常的快 然後就可以馬上買假扣押 這樣的話就可以抓貪 阿方沒有去這樣子論述 所以我方也不了解的情況下 而且他方還有說現況下預算不獨立 可是我方也要說了 現況下五百人是不夠嗎 還是怎麼樣 阿方有沒有去論述 他方說五百人不夠解釋 可是如果假設現況下五百人已經足夠 他方還要給他錢 他方還給他 那這樣反正我自己的浪費嘛 謝謝大家 請欣賞完雙班 燒光精采的比賽 接下來欣賞更精采的打開獎 首先有請文化大學的劉沛三選姐為我們獎分 大家好 我覺得這一個比賽呢 其實比較在制度面上的設計的討論應該是要比較衝擊的 可是我覺得在這場比賽裡面 我聽到很多都是一些拋問的問題 可是沒有真正的去做說明或者是去做比較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其實另外就是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對於現狀的一些制度的運作或者是運行 感覺上好像不是這麼的了解 所以很多東西都含糊的就帶過去 所以也會留給裁判很多很多的問號 好那進入到這一場比賽的講評 一開始呢 正方告訴我說 其實我區分成兩塊 第一塊就是在方線弊案的部分 在方線弊案的部分 他覺得現狀以下因為預算不獨立 導致人手的不足 對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因為現在的所謂的這樣子 一個負責廉政訴他的機關是在調查局裡面 那前一陣子就發現那個葉勝茂 他可能是因為整個在行政體系裡面 所以他可以用職權去阻止他的下屬去查案子 對 就是容易被長官打壓這樣的狀況 在第二個部分他起訴必案的部分有一些狀況 第一個部分就是檢察官可能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檢察官一樣是被長官打壓 不要讓他查案子 或者是他覺得這個案子很複雜就厚壓 會拖延到他整個起訴的效率 或者是選擇性的辦案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因為現在這個調查局的連政處 他不是屬於一個機關 他只是機關內部的單位 所以他沒有辦法自己去提出訴訟 導致的是他沒有辦法做 將這個貪污所得有效率的追回來 對 那基於這些問題呢 政方覺得應該要把他化歸在監察院下面 設立一個廉政訴貪部 然後他的長官是由大法官來去任 然後他內部的人員是用司法考試的方式來任用內部的人員 那人事的預算也最低 不是人事預算 就是這個部門的預算有法定的比例的保障 他覺得這樣子的做法就可以解決上面所有發現的問題 可是這個時候我就會很期待 政方能夠進一步的告訴我說 為什麼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就可以解決上面的東西 那有些當然很簡單 你的預算一旦有保障之後 你的預算就不會不足 所以你人事可能就會有比較多的錢 對 那這本來就很容易就OK 可是我比較不懂的是在起訴必案的部分 因為你們說了一連串 很多很多都是關於檢察官或是檢察體系發生的問題 可是這邊我不是很了解的事 應該是說你們應該要進一步的說明是 所以你今天皮蛋獨立出來這個機關 所以他們以後發生的所有案件 都是由他們來做一個自訴的動作進入司法體系嗎 還是其實你們還是像現在一樣要經過檢察官再進入司法體系 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你今天講的所有檢察官的問題 在你的狀況以下完全沒有辦法被解決 你都為死 對 因為你還是實力都要經過檢察官 你才有辦法進入司法體系 那好 這討論比較多的是在那個就是貪污所得 有沒有辦法被追毀這個部分 你們是說因為這樣子的話 因為你們是一個機關的人格 所以這個時候會具有當事人人格 你們可以直接去提醒說 民事訴訟之後可以申請假扣押 這樣可以提高就是那個貪污所得被追毀的機率 對 那這個部分我也是比較好奇的是 現在的情況之所以沒有被追回來 是因為檢察官不提假扣押 還是他提了假扣押 結果被法官打回來 對 那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就算你們自己提出這樣子一個假扣押的申請 會不會有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被法官打回來 導致你們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其實也不張 這樣講好了應該是說 一開始你們並沒有說得很清楚的事 為什麼就是被應該是說這些貪污所得被追討回來 比例這麼小的原因究竟是出在哪裡 對 我覺得你們沒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你們只是把這一塊抓在因為原本的這個單位 沒有自己起訴的權利 所以才造成這個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中間的可能性還太多 對 所以我沒有辦法完全直覺的反應說 你今天改了這個制度之後 就一定能夠解決你剛剛說的那個問題 對 我覺得這是正方本身做改的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今天反方 我非常非常期待你們可以去挑戰這些東西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我都沒有聽到類似的東西 反而一直去澄清比如說現狀的檢察體系究竟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他們提出來那樣子的一個你們覺得是個現象 比如說檢察官的延遲探案 你覺得它可能只是個現象 你覺得它後面可能還有很多原因 或者是你不覺得那可能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們的描述也都是只是在質疑的部分 你沒有進一步的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過癮方案 其實可能只是因為它的證據不足 在你證據不足的情況下 你當然不可能馬上就起訴 所以這可能不是拖延方案的一個問題 你們懂我的意思 對 你們應該要進一步的去說明說 他們舉出來的例子可能有哪些的狀況 而不是只質疑而已 對 這樣子的效果還是有限的 好 那你們還花了很多的時間去討論的是說 在現狀的就是現狀台灣的貪腐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反方去跟正方討論我覺得不太明智 因為如果你們一開始就要主要要抓說 現在的貪腐不嚴重應該或者是貪腐問題不重要的話 那其實比較違背裁判的經驗打折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很多很多的論述來告訴我說 你們覺得的才是對的 或者是現狀真的如同你們所說的 那像你們一開始提出來那個CPI的那個貪腐指數 那其實後來正方也有提出來一些相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的爭執對你們來說是 比較沒有太多的意義 對 那另外我覺得跟反三的那個編示 我覺得比賽到最後其實並不是真的好像 應該是說在最後一輪只群答片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答片讓我覺得你有一點點 在放棄這場比賽的感覺 因為你的很多的回答會讓我覺得 好吧 那如果你要這樣說的話那就這樣吧 我會覺得你可以再努力一點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那雖然是最後一輪只群答片 但是也不要讓大家覺得你好像放棄得比較明顯一點點 更何況這一場比賽不見得真的輸贏非常的明顯 對 那另外本方的結辯其實我有一度非常非常的期待 你能夠去質疑一些正方的制度究竟能不能解決 他所要解決的問題 可是後來我發現我的期待有一點點落空 因為到最後你還是去回到整場 就是你們之前去質疑的那些東西繼續的去質疑 但是並沒有做進一步的指示或者是整理 或者是甚至給我一個結論 對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 反方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好 回來在這一場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這麼多 我只是想要講一次 因為今天正方給我的感覺 就是整個的避害問述 並沒有這麼直接的根數到今天他們制度 可以做一個完全性的解決 所以我的論點分數是不能判給展方的 但是因為你在階段上面 因為討論不同點的關係 所以這個成績就會不太 就是不由消長 那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是還是要看主席他那邊的公布 那如果有我們有講到點的 然後有問題的 等一下可以找我討論 謝謝大家 請旁邊的獎項 謝謝菁姐 請教我們 精彩的獎金 接著有請中生大學的裏培育學長溫文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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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裁判總編師這樣問 為大家好 有一張比賽 我覺得有幾個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部分是我覺得在我們在討論比賽 或在進行一場比賽論點的思考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 第一個先念資料 這個題目到底要講什麼 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或是這個題目的核心 概念到底是什麼 通常根據題目的不同 場上交通的戰場有所不同 譬如說像這個題目 我有陪討論關係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來講 樹潭或是台灣的貪腐狀況 會不會是一個重點 就是現況下到底需要解決 這會不會是場上的重點 其實這應該會答上一個問號 就是你看很多份資料 不管是從國際的資料或國內的資料 你很難去論述告訴我說 貪汙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那 是這個東西很難論證之後 往下走 那很難論證之後 那反方後證嗎 應該要往哪邊跑下去撥咪 就是效果上面來講 或是為什麼我們這樣做之後 我們能夠解決多少事情 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必須要解決的 就是有這樣貪汙狀況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來解決這樣的東西 那要做什麼來解決這個 那就要先看一下我們現狀下 到底有什麼東西去解決貪汙這件事情 就是現狀下的速探機制到底是什麼 可是今天其實從大尾廠上很少人去論述 現狀下速探機制是怎麼樣完整的運行的 你們有提到 但你們提到真的很片段的 譬如說你們從頭到尾就是鎮鋒 各鎮鋒絲 然後各局的鎮鋒處 然後還有檢調機關 然後還有調查局 延正處 可是這些東西怎麼運作起來 怎麼竄起來的 實際運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你們常常都跳著走的 沒有一個人去完整的陳述 他到底出現的 怎麼樣實際的結構上的因素 或是問題要去解決 那這部分是正方努力的部分 也就是你們要成立一個限制度 你們要做的就是這些 那你們如果要做這些的話 你們必須要交代幾個 第一個部分是 希望大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在你們的生活裡面 依便能告訴我的事 第一個是預算的問題 因為它錢不夠 第一個是因為它會延檔的關係 那你們因為覺得檢察官會拖累 那檢察官拖累的關係 你就牽扯到的是 因為現在檢察官的體系的關係 所以上級或是下級 所以它不管是不同 或是要不理就是不理 然後第三部分也是上級指示的部分 那我覺得整個看下來 比較多的問題 是產生在所謂的檢調體系 也就是檢查體系裡面內部的問題 就是檢察官 檢查總長可以指揮 然後還有調查局長的問題 那你們要產生怎樣的利益呢 你們的利益有幾個 你們第一個 利益的部分 第一個是講說 它預算就足夠了 那這部分就先忽略 就先不討論 然後再來是你們說 你們要解決的部分是錢可以追的回來 不過我覺得錢追的回來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我跟前面學姐的概念是有點類似 就是你們要講的部分其實有分很多層面 就是你們要解 闡述解決力這一塊 我覺得是不夠完整的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 你們那個犯罪總能有百分之十六 只有注意我還要十六趴 然後你要解釋的是 第一個部分你要解釋 為什麼現狀下只有十六趴 你解釋的方式是說 其實現狀下有很多原因是因為 他們太慢開始了 或是因為這些調查單位沒有所謂的當事人人格 可是問題是 你在解釋一個法律名詞 或是解釋一個東西 之所以沒有什麼 所以沒有什麼的時候 你要解釋得特別清楚 因為你的當事人人格解釋是他沒有辦法提起訴訟 然後進而去申請假扣押這個動作 但是 這跟你原本追不回來的原因能不能match上呢 其實這邊是有一個問號 因為他到底是 你們的聯政 你們的調查局 政風司跟調查局 聯政處升級到佈了單位 隸屬於監察院之後 他的全線到底到哪裡 他是可以扮演檢察官的角色嗎 或是他可以全線達到他可以怎麼樣做 致使他追回來的這個動作可以確實地做到 那我覺得這部分是你們從頭到尾沒有詳細地去說明的 因為你們的說明 你們的說詞有時候會變化 譬如說你們有時候會說 在我們情況之下 他就可以提起字數 然後這樣子這時候就可以申請假扣押 或者是就可以假扣押 到底是可以申請假扣押還是可以假扣押 這部分其實你們的說詞是有反覆的 那你在反覆的情況下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而且在你們前面的論述底下 是檢察官這部分出了問題 檢察官這上下 因為上下的關係 所以他可能不理調查機關 那可是在你們的情況下 也要申請的狀況底下 到底會不會也是不理會呢 所以我這部分沒辦法做太清楚的理解 所以你就變成是你們的解決率部分裡面 就會出了問題 然後還有一部分就是 我們來講這個上下關係的糾結的時候 譬如說你們講的時候你們大法官 零選他們的領導人 對 那領導人選出來之後 他就不會有所謂的獨立性問題 那他又屬於監察院底下 那朋友圈你們一開始的說法就說 因為這些政公署裡面 他是所謂的內部機關 就是行政院 行政體系下的內部機關 所以他沒辦法做到獨立 他沒辦法做到那個監察 求人監察法的問題 那回過頭來是 但是在這部分也是 照你們的說法也是內部機關 那內部機關 他對他有沒有什麼樣子權上的干涉 或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是你們沒有做說明的 那我也沒有去想像 那我就想說 你們這樣子 插過來又插過去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是很了解 那你們 我猜想你們想要做的可能是 把那種五權限法的概念 徹底的實現 就是把掉他的權 部分從頭到尾就是從事件體系 那邊抽離 可是這個概念從 到了後面已經不見了 就是顯現出來就是 你們這整個架構裡面 就覺得 就覺得 反方就覺得這個架構很奇怪 那你們一開始在 前面那個架構部分 跟後面部分 沒有做連結的狀況底下 會產生這樣盲盾 那 雖然這也不是重點 那回過後來看 反方部分 我覺得反方部分 就跟我前面講的一樣 我覺得你們在討論比賽 或是在思考這個題目的時候 比較容易想到說 戰場可能會 延伸到哪裡 到哪一塊 就是你們在講說 貪污 代表台灣貪污有點嚴重 我覺得這個東西 爭執太久 對我們現在的分數非常不利 因為你們在最後 爭到了 其實只能說 在國際上好像沒有很差 可是在國際上沒有很差 是不是在養我們 就不應該做得更好 或是 我們做了更好的國異議 譬如說我們 成立這個聯繫機關 可能要花多少錢 可能要花多少成本 可能要新增多少人權 可能要使我們的檢調仔細 產生多大的衝突 這時候你才可以跟它去做比較 這樣才會比較出來的感覺 就是你一直說 沒有多好 但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第一個沒辦法量化 所以你不要抱歉我說 希望這樣 這樣做之後才能成怎樣的抵抗 如果我們抵抗牛產生的話 它頂多就花一些成本 然後你夠增加 增加連鎮的效果 而且這種連鎮貪污的這種東西 是要超好找的 很多分論我都很喜歡嘴炮說 現在怎麼貪污多嚴重啊 連鎮就會怎樣之類的 可是真的知道太多了 所以你在面對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我覺得 惡變的學弟就是 到後面部分已經可以開始轉移戰場 說些別的事情了 尤其是對方解決力的部分 因為在這個題目來講 第一個 為什麼連鎮貪污東西這麼難抓 或是那麼難成立一個東西出來 去專門的針對這個東西去查 因為它跟原本的檢調仔細 有太多太多的衝突 而且這種東西 這個連鎮機關到底誰來監督它 就是你覺得連鎮機關可以監督大家 那它本身常不實在監督它 就是懂我意思嗎 就是它本身的問題 其實還是有很多糾結在裡面的 就像我們的司法體系 其實是沒有什麼監督機制的 我們司法體系裡面就是 完全一個獨立的機構 那司法審查可以把 立法院通過的東西審查為違憲 可是也沒有人監督它 所以司法體系這種東西 到底能不能夠無限擴大到連鎮公署這種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中間是有很大的例子 部分可以去想像的 可以去說可以去拆解的 尤其是今天正方解決力 沒有說明得很清楚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你們在於 這個對方解決力的部分來講 其實應該要做更多的拆解 或是更多的方法 那我覺得這也是關係到 我們在打真心命結的時候 我們後來常常在忽悅一部分 就是解決力的解證 我覺得很多部分 我們在打比賽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想說 到底線通下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它產生的問題 的鏈解是什麼 那很多常常的部分 就是正方會忘記正解決力 或是解決力真的不漂亮 或是不完整 那反方也很少去管解決力的部分 結果前面的東西開啪啪啪打 然後打到後面的時候 開始在解決的時候 開始有點醒目到 應該要拿一下解決力 不過我覺得這部分都已經 有點晚了 那你也很難在後面的時候 再做價值抗摩 或什麼之類再拉回來 我覺得在前面部分 就應該有這樣的反應跟持久 那我覺得這部分真的是蠻可惜的 那也是 就是提供大家之後打比賽的一些參考 就是對於正方的要求 就是自己 不管是自己加熱點 或是打反方的時候 都要注意到自己看 然後再來 後面部分的話 我覺得 就不是很重要 因為只要比賽都充滿了CPI 貿易障礙 以及性交性 對 那我覺得重點就在於前面部分 那我覺得今天 就是正方的部分的話 我最後也是把熱門分數派給反方 但是因為階段性分數有關係 而我也不會 就是應該是正方會獲勝 那原因是因為 我反方反應實在太慢 對我而言實在太慢 尤其你前面提出來的東西 很多都是不成立的 那你不成立的狀態下 我也很難跟你分數 對 那我講講到這邊 那我如果問你的話 歡迎再實下來 我們下講 謝謝培育學長精采的獎品 最後有請政治大學的梁慧學長為我們獎品 各位大家好 我必須要先聲明 我是因為白子財 那白子財判準 其實很多人只好是白子財 因為畢竟我現在有黨籍聲 跟莫名黨中藏人 那關於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內部當然黨有黨的立場 大家在資料上面會藏到的東西 可是我不能夠做任何的介入 白子財原則就是 即使你們雙方打成狠 說我們荒謬的共識 然後即使這些共識 違背我的專業經驗 或是違背我的生活經驗法則 我也都不能說推翻 因為比賽是以公平為主 如果借我任何的知識或經驗的話 我等於可能是其中一方的正方思辨 或是反方思辨 這樣對比賽都不公平 那回到這場比賽來講 因為剛剛裁判們其實有抓 就是抓了這場比賽 在攻防上的重點 那其實我最有大略的觀感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賽 其實主要在兩部分 是大家可以做加強 第一個部分在策略上 其實正反雙方在策略的設計上 其實有一個明顯的方向性的錯誤 那另外一部分是技巧 而技巧的部分比較就是 反方同學在比賽的處理 尤其是質詢答辨的階段進攻防上 這個技巧要多琢磨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兩點呢 來看比賽的這個質量 首先一開始正方一邊同學真的很辛苦 他就哩哩哩哩哩 語速很快 然後念了一大堆資料 超的壞類似 那這些資料的運用 或是你的熱點架構的堆疊 其實一邊要塞這麼多東西 當然會冒一個風險 是如果裁判漏抄或是如何 那所以第一個當然是會建議你說 在口條上面 譬如說一揚論錯 或是斷句的遁點 這個地方要加強 因為你很多 其實遁點是遁得很奇怪的 那這只是小問題 那只是問題是 回到策略上的問題就是 正方一邊其實塞了很多的資料跟點 在他的一邊的設計稿面 可是反而是二邊跟三邊的同學 在舉證或是在重新提資料的時候 都是回到一邊的設計稿 大家裁判已經聽過的東西重新再舉例 那這樣一邊是用 搞它塞這麼多東西 然後這麼辛苦的意義 其實就大打折扣了 那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那反方同學一排在出 不對正方同學的主要風機上面 亂討論是 到底現在台灣樹灘做得好不好 那首先你們在反二質詢的時候 前階段其實討論很多東西 多半只是在問說說 那你這個制度怎麼做 你要再做釐清概念的做法 這不是實質上的交鋒 實質上的交鋒 你要跳入到對方的資料 去告訴大家說 你要下降的結論 那到底在條件上算不算 條件上都達成 才能夠算是證明完成的一件事 有一點是你有問出來的 就是正方同學講說 2001年到2008年 這個貪污被舉閉 被抓出來180億 多這樣180億 上升是過去的兩倍 那你這個地方問法是說 這麼多案件被發現 那它的因素有很多 有可能是我們現在樹灘做得比較好 所以這麼多案件才可以被發現 那正方同學回應就是說 那這個不一定啦 就要看我們群體的母數嘛 到底是因為案件變多了 所以它查案件 同樣的人去查 又同樣的績效去查 那查出來案件多 還是其實案件沒變多 那因為樹灘機制它做得更好 那所以案件才被發掘得多 可是這個地方正方只是說 這不一定 可是問題你要知道的是 這對正方來講 是它的舉證責任 因為它證明現在樹灘成效不好 對 這是它的抉擇 所以當這個第二面模糊的時候 其實是你吃香的 那所以反過來就是 反方同學在一遍都提了一個資料 就是CPI指數嘛 1905年到2007年 那這邊資料我覺得可惜的地方 是你用完 不是把資料念完之後 之後就OK 因為前面正方在這兩個點上 一個是舉說 現在台湖上升了 百萬局雷 超於不難的資料 那第一份資料在模糊 之後絕對只能在正方身上 那你在第二份資料 你應該用那份資料回頭去到達 怎麼說呢 因為你的講法是說 台灣其實都排在亞洲第五名了 而且甚至在去年 還追過有嚴正公署的澳門 然後上升一個名次 那這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資料要做詮釋 你要講的是 這個意義是 我們在國際上的評比 其實是逐年就是越做越好的 那所以反過來看 美國貿易不會那麼講說 成為一個重大障礙 那當然對於貿易的指標有很多種 不管是我們的投資環境 或是勞工素質或種種 那既然我們在國際上 都已經在相對比較基準上 都比其他國家還好 在素貪這個地方 該來講是 大家更願意 就是因為你這邊貪污的機率要低 更願意來做投資 那為什麼美國貿易部 會有這樣的結論 很簡單來講 就是美國貿易部 它是一個內部評比 就是評比我們國家內部幾個項目裡面 我們發現是雖然我們勞工很好 科技很好 而貪污比內部的其他項目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占牌之一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其實它就不會是大問題 因為它是內部評別 不是跟國際比較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似乎去做這樣一個模糊 把這個東西的封擊力做下降 因為這個地方可以連回來 還是反方後來 正方後來想要打的是 對我們貿易上的主態 因為如果我們跟世界各個國家比的話 我們其實雖然在貪污這件事情上 比起我們的勞工 比起我們的科技 或比起我們的資金來講 貪污這個問題相對來講是一個障礙 可是世界各國貪污其實做得比我們好賠償 那各個國家如果它是考量說 因為到底要不要有紅包文化 而決定來我們這個國家合資化 那我們國家一來還是首選的 因為我們貪污的名次是比較 就是不是那麼嚴重 懂我意思嗎 這個論述不清你的資料就要做幾次 那回過頭來到正方同學 其實我覺得是策略錯誤為什麼要這麼講 因為前階段你們一直都在吵 就是這個什麼CPI指數 或是貪污的問題 可是你會發覺是 你這樣一個打點的做法 是打在下位 就是你想要去強調一件事 現在貪污的問題很嚴重 那討論下位比賽就low了 你到後階段的時候去強調 像譬如說正方三陸那邊強調說 做到80分算很好 可是好還要更好 就是為什麼你不要100分 這種櫻藍上的概念會是比較好處理 就可以花必要很多時間在講這些資料 就是你也可以承認對方都講的東西 那你們也講的是現在問題還在挑戰 即使你名次第五名 可是你還是第一名 而且貪污的狀況還是有晚安是46之間追不回來 這問題是必須要慢慢去做處理的 所以拉到櫻藍層次你們做渲染會比較方便 比賽就不會變成是說你一直在問題上面糾結 到底我們的問題是嚴重還是不嚴重 那雙方都是資料上片面打來打去 可是沒有一個價值上的判斷點 那政府的同學只有拉出幾個價值 可以做價值渲染的判斷點 可是我覺得太可惜 都沒有推論跟渲染 比如說你要想要強調說 台灣是依靠貿易出入口為主的國家 那你就要講 到底台灣出入口貿易出入口受到打擊的話 會對我們台灣來講會有什麼問題 你要拿出資料 到底我們的國民所得的GDP 沒有多少的比重是出口貿易 跟入口貿易所得來的 對你去強調這個東西 才能夠把今天這個樹灘機制的利益拉更大 不然你常常講句就是 頂多是在彼岸的時候 你不要有金錢的收受往來 那大家能夠公平平實力 那公平如果不公平平實力的話 有什麼問題 你沒有像對方在質問說 他居然有黑道接 那黑道把案件辦得好好 那他的劍案做得很好 或是他的標案也做得很好 那有什麼問題 對這個公平 雖然公平大家會能夠認同這個價值 可是你在渲染上手腳渲染不開 因為你沒有實際太多的例證 是因為不公平 導致這個標案做亂七八糟 或是微僑或斷僑 然後害死人怎麼樣 你要有這些資料 你去打公平那個點價值才能夠挖身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有貿易這個點的話 那其實你提出來 那貿易的資料很好找 就可以有挖身 那所以像你提出黑道 跟貿易 台灣是以出入口貿易為主 這兩個是可以渲染的區塊 可是其實在後面是兩位同學 都沒有往這個方向做渲染 那我覺得這是相對可惜的部分 那回到嚴重程度 這個反方同學這個策略 我不能講的是 反方同學在這邊打的時候 到最後其實是一個炒蛋狀狀 因為其實我們聽不出來 到底嚴重又不嚴重 標準性的部分 懂我意思嗎 雙方都有以後講法 那當然正方是要越做越好 那當然就是越好 那在我們沒有看到是 這個越做越好 要付出什麼代價之前 裁判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越嚴重越公平越好 對 所以這個方向上 其實反方不能夠被這個戰場拉走 你們要提出其他的弊害 那反方你們提其他弊害的討論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可惜的地方是 反方同學你們在跳入正方同學的制度面討論的時候 我有忘了一件事 是他很多的制度是配套制度 不完全更屬於他今天的硬體 所以其實是反方同學要吸納是可以吸納的 比如說正方同學講說說 就是有現在專職在做樹灘的只有五百個專職 然後有一千多個就跑紅套 而且他的預算比例很少 那所以你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後面討論到最後的結論正方說說 他要依法比例保障 就是法規規定說多少多少預算固定破為他 他不會因為上席機關 或是因為政治力的判斷造成他的預算被裁券 或人員被裁券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在現狀裡面做出來 可以 那做了之後他是不是有成立專職連證書看機關 也不算是有 你只是多了一個預算上有保障的權利 那所以當這個吸完之後 在你們在討論說 這個正方同學的第一個論點 就是第一個論證他這個 現在樹灘的問題更屬於制度沒改變 他第一個論點其實更屬於配套制度上 所以當你這樣說 那我這個制度我也採納 那這個論點就不用吵了 懂我的意思嗎 那第二個論點 懂我的意思嗎 你再理解吧 那第二個論點是 其實原來是比較少討論的 就是正方同學在講說 連證處他現在沒有調查權 那可是你聽正方一邊的論述 你會發現一件事 他是講說說現在有很多案子 他是相對比較複雜 複雜案子多半會排到後面才去做 那往往因為案子複雜 然後檢察官都太願意直接處理 導致時間拖延 那時間拖延的過程當中就有人趁機拖產 那舉了兩個例子嘛 錦文大學的那個 壁案跟拉法業的壁案 然後做了擴產成功 且掉不回來 就在卡上那個 壁案抓到的案件也沒有完 這16的資金沒辦法抜貨 然後做一個整體論述 那反正同學你們的供給喔 其實一直在討論的一件事 一直在討論說 為什麼現在時效不夠快 現狀時效不夠快 到底正方的資格是你們的幾個 可是這個只是個疑問 而他是有論述 你看他剛剛有三式論證 應該有哪個資料 所以你的做法不應該是 只是一直問說說 為什麼時效率會比較快 為什麼時效率會比較快 那你應該要進入他的邏輯結構做討論 你會發現大嫌疑是論述說 因為案子複雜所以被拖延 那反過來小件事 變成專責的年證訴貪機關 會不會有複雜的判件出現 還是會有 那如果人心是這個樣子 因為案子複雜我難以輸引的話 那檢察官他看到這樣的狀況 先反一邊 後來就當隊長的破產機會 那為什麼變成他專責之後 他案子不會先反一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那所以從這個地方連環 要討論就是 那所以就在於是 你們最後質詢的時候 質詢正在的時候討論一個地方是 現在到底專職的500人 人數公不公 因為案子會不會不積案 複雜案子到底出不出你 這是來自於人員跟預算上的充不充足嗎 那預算這個東西你可以吸納自己 那人員上多不多或是這種種問題 這個其實雙方的討論是有問題 到底現在500人夠不夠 那其實500人做算是不夠的話 那你們現狀能不能多增加人也可以 跟我意思嗎 多增加人要變成專責的嚴正機關 是兩回事嗎 這又是起立 這也是可以吸納的 而且你們在討論 問說說500人夠不夠的時候 太晚問了 雖然對於正方同學 你們一遍的論述裡面 只講說是500人專職 1200人很好 你們少一個環節 就是說現在不夠 那不過至少正方三面同學在深論說 他有回應嘛 你的回應的方式是做一個預設式 你看到2001年 當然你把你的案件一段飆升 那當初用的人就是這麼多的人 1500人 所以代表當初的預設是 在2001年之前 這個預設這麼多的人可夠用 可是案子逐漸累積攀升的狀況底下 就勢必要更多的人來做嘛 可是現在反而沒有 然後很多人還兼職 然後人員變更少 所以反而這個地方人數要增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這個回應是有回調你們 就是人數不確定 他是作為一個預設來做討論 因為公部門在設定說 我們案子到底做不做完 所以他人員的編制一定是 針對我們原本案子做不做 而且案子不斷增加 那所以代表人力相對就會更吃極 那這個論述是有效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比賽的核心重點 反方同學如果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吸納 不管是人員上的增加 或預算上給他反應的比例 那討論的核心重點就會變得很簡單 就在於是他的專責部分 他上面沒有的頂頭上司 那麼有比賽會很大 就回到反方三面同學畫的這個圖來做 可不可以不說就是馬上上 你畫這個圖太晚畫了 二是你一直講說說 他這邊司法很像大火花 那大火花來領選 然後接上去是裡面的這個身杖 然後你覺得這好像怪怪的 有這樣的學法嗎 那你沒有說怪在哪 中間也沒有規論 那只有晃過 那這個大可惜 為什麼說大可惜 因為幾個狀況你們念過之後也知道 像有討論到說監尾難產這件事 雖然雙方都沒有論述說監尾難產 可是有個問題是監察委員他是總統提名 然後今天立法院也會同意 所以政方用這樣的機制 比大法官跟監尾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式產生 那所以他有個雙重的一個比例 因為不管是我政黨裡面的狀況來講 就是比如說我總統跟議員的政黨 如果是兩個人同屬不同政 那我一定要選擇公正或是較為客觀 雙方都同意 才能夠進步到這個大法官提醒 或是監尾提醒 可是問題就在於大法官要解釋憲權 那釋憲權其實對於現在的政治 或是對於實質上影響並不太大 對 那監尾他有一些實際上的權力 所以影響上很大 所以之前他會有監尾難產問 所以你從他的制度可以連兩塊出來談 一是如果總統跟議員都同屬同大 相信他都沒有 那有沒有可能他提的都是自己人 然後國會立法院的 立法委員 反正都是我們親我們藍的人 希望國民黨不會這麼說 如果萬一這個樣子的話 那行政司法都在肯定大局的情況底下 那會不會有天國政黨的狀況出現 會不會有他這個樹灘機構不公的狀況出現 這是其一 其二是那難產怎麼辦 難產這時候你就來做損益 比較很簡單的是 難產狀況底下 你這個時候 你不管是藍或是綠或是其他黨派 你都沒有一個機構來做處理 因為他是要把原本的連政處 跟其他機構總共併到這邊 所以變成完全沒機構處理的狀況底下 可能這四年裡面全部的胎兵 就一直都沒能處理 然後他就一直消耗 他要非常更反應 可是至少在你的狀況底下 現狀底下 雖然可能他會有自己同上線的壓力 可是至少他是處理到一部分 至少在政黨的問題之後 這個地方可以重新再做調查 像這次的經濟聯盤 重新再做調查 新的政黨去清算前面的政黨 然後來做討論 那這個相對比較起來 在水秘體上 或許可以用這個精準的點做文件 你都問你什麼 可是這個完全都沒做討論 那這個也要說的是 反方同學 正方同學你們 這個機制 其實是在正方三變的 我印象中在深潤 在講得比較清楚 對 那這個也會變成是 讓裁判懷疑說 這到底是不是有點點長熱點 或是你到底這個專責 這個核心的根屬的部分 為什麼這麼王家 那當然反方沒有做出任何 在程序正義上的強調或公式 所以這個比賽其實在階段性分數上 正方是一直吃你們吃的死實 那所以當然也是把比賽的勝負 如果直接判你勝負還是正方 對那如果有什麼奇葩問題 那之後都可以再倒盤下來 那其實給你反方另外一介意 是你們在討論黑道那個部分 反三同學似乎有一個比較 跟你們的同隊的人 比較不太同的想法 就是你會講說說 那黑道收錢應該會怎麼樣 那就算他拍FORM應該會怎麼樣 那這個其實在講的時候有點怪怪 因為你前面兩位電視的立場 或是在採取的方向上 雖然沒有明顯的解釋 說電路看的是這件事 有處理的手法 都是一直朝向說貪污問題 其實現狀不嚴重 你是不是把貪污也當作一個地盤 所以就突然講說他拿了錢也沒差 這很學 所以你在你答辯的時候 對方問你說說 欸現在全球競爭力跟美國貿易 他如果問一下他要選擇競爭力 那你回答說 那那個 就算他台語只有怎麼樣 他拿這個計算去問一個時候 你要回答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台語 你回答應該是 因為請問你是想說 他拿錢只要去做好的事情 就是做壞事情 他拿錢想幹 那像這個說法 他已經被趕過來說 他如果拿錢一次機消費 或是提振經濟之類的價錢 那這不是也提升全球競爭力嗎 對 這個是你應該一貫有的立場 可是當對方拿這樣 什麼問題出 那今天小孩已經回答不太出了 對 那所以你在答辯上面 這個立場是有跳動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雙方 你三位同學的共識要引出 那另外再講K道的部分 K道部分這個質詢 質詢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正方的回答是說 如果說 他承認 你就算承認是建議好 黑道不會把案子做光 他只是多送的錢 他喜歡送的錢 可是明明在做標判的時候 大家就提實力來做比較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因為多了錢 留一個不是實力以內的判斷標準 實力而外的一個判斷標準 加起來這個討論就是 標案到已經核心 那就會變成是有不公平的狀況出現了 所以他連回去的核心重點 就在不公平上面 那所以其實在問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你的質詢要做切割 所以重點不是在於黑道的問題 因為他也沒辦法舉證 黑道的錢跟其他的錢 為什麼黑道比較嚴重 那當然會有資料就講 黑道他在仿標中毀標 黑道在做的手法說 因為黑道有惡失力 我要槍斜 我能延伸出其他很多的問題 那這個他們既然沒這麼提 的話你就切割出來 所以重點不在於他是黑道 重點就在於是 這個貪污的狀況 一旦有人收錢跟拿錢的狀況就下一個 那就會造成他這個機制的公平 那這個地方你就要連回來 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 是不是正確的 那這個其實就政治學 或就某些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國家其實不會想要一個東西 它那個理想法 就做到純淨到政治法 那這當然不是國民黨的觀念 只是我可以先跟你講 有一本書很好 它叫《百變經濟學》 變論變然後去擺完 百變經濟學 它這一定要為什麼論變 為毒品 為倉妓 甚至為貪污變的 比如說法國是合法配的 私底下互相送禮物回家 那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因為你如果全面要打擊樹灘 做到一種極限的時候 國家其實會付出很大的社會成績 因為你要去查這些東西 我這個地方有點複雜 我也不做交面準規 因為可能會不會有三個 跟我講一個額外的東西 我問你們一件事 台灣人有沒有可能做到說 我們所有大街小巷上 全都沒有犯罪的 你覺得不可能 其實我告訴你可 只要台灣三分之二在工作的人 通通都會當警察 然後我們每五步一個站桿警察 然後輪端 只要五步就好了 那你覺得街上會有發生任何情侵 那你覺得街上會有發生任何情侵 根本不可能 頂多警察跟警察之間 只要有警察跟警察之間發揮 可能那不算街上發生任何情侵 那就是不重要的 你要做到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跟台灣任何大街小巷 街道上不會發生任何犯罪的形象 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們會這麼做嗎 不會嘛 三分之二的群人去當警察 這我要停泊 所以東西都是一定有出現的 為什麼我之所以把我們沒辦法做到百分之八 我不是再幫國民黨兵服 我叫國民黨做最好 我叫國民黨兵服 我因為他們把三月的時候 就發了我們那個斷橋去算 然後說六月要八號完 就到六月那個橋都還能見 但那這個不管 那反正國民黨開了沉默不濟 要把它做好 等等只是我沒你的想法是 其實做任何的東西 跟付出 它都已經有代價了 對 那這個地方你們不能夠 都贊成一直貼著 你們也想要去做素胎這件事 然後只是去澄清說 現在素胎沒那麼嚴重 就是胎是沒那麼嚴重 就算沒那麼嚴重 正方 那他只要做的比例好 讓他知道沒那麼嚴重 讓他跟你講好 對 你比賽的感覺 你有意思嗎 對 這是你的代表